辅助赵怀真才是真正的强 首先你看 赵怀真的一技能和鬼谷子的二技能效果是一模一样的 全都是把对手聚到一起 但是鬼谷子需要近身 而赵怀真可以远程拉 所以开团拉人这一块赵怀真大于鬼谷子 第二点我们再看 赵怀真开大以后可以吸收飞行物 并且是360度范围吸收 这意味着你在队友边上开大 那么敌方的飞行物将打不到队友一滴血 比盾山的180度吸收强一个级别 第三点再看 赵怀真的二技能360度无私交免控 在这个圈内 提防的控制技能通通报废 但是免控就算了 庄周也有啊 可是赵怀真他还能反弹控制 这又比庄周的进化高了一个级别 第四点再看 横向对比所有辅助 只要装备一样 那么赵怀真的伤害必然是最高的 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前期入侵野区 还是防守野区 赵怀真都比别的辅助高出一个级别 所以你看 一个辅助 集合了鬼谷子的开团 盾山的无视飞行物 庄周的范围免控以后 还有全辅助力最高的伤害 甚至能当半个刺客来用 把燕祖你看 一个顶四个的辅助 能开团 能保队友 能切后排 也能当前排 功能性 实用性 全部拉满 就是他脸上写着辅助之王了 燕祖你说 这英雄能不能玩辅助 必然可以啊 那怎么玩呢 教学开始 第一步 先备战好这一套装备顺序和明文 专业教学 仅用参考 第二步 打法思路 不知道燕祖们 玩过鬼谷子没有 辅助赵怀真的思路 和他一模一样 都是打先手 拉人 然后队友一拥而上 拿咱们一实战举个例子 这里中路 正在草丛埋伏 此时忽然发现 敌方干江和墨子 这两片脆的英雄走得很近 那这个时机就很好 咱们只需要放个一技能 一拽一息 在二技能反弹控制 最后开大黏住对面 同时利用高温免伤 承担第一波伤害 至此 这一波团 就算是开的还不错了 开团的效果 和鬼谷子一模一样 但是赵怀真 只放了一个技能 就难度这一块来说 可以说是没有门槛 毕竟你看 隔这么远 你放一个一技能 这波团就开好了 燕祖你说 简单吧 So easy吧 但一样的效果 如果你用的是鬼谷子 可能你就需要练很久 但即便玩的是赵怀真 即便是一剑拉人 有两个注意事项 第一个是 不要单独行动 因为咱们玩的是辅助 没那么高的伤害 即便你这波团 开的再好 即便你伤害打满 可是你的秒人吗 你秒不了的 所以队友跟不上 伤害就跟不上 那这波团开的就没效果 哪怕机会再好 你像这一波 开到敌方鲁班了 但是队友全都没跟上 那咱们只能被动来打 那燕祖你看 这波团开的有效果吗 没有 不但是没有 咱们还送了一波大节奏 反之只要队友跟上了 那么哪怕这波团开的不好 就算这里 我开到一个旅步 但是一样可以打 咱们先开大往前 把敌方C位挡开 再削位的后撤一下 让队友伤害跟上 等队友全没压上以后 咱们再回头进去一拉一转 诶 此时你发现了没 虽然开团开的不好 但是打的好啊 所以注意事项一 一定要等队友 那么注意事项二 赵怀真是应付 他的坦度是很高的 被敌方开团了 不要慌 利用自身坦度和一技能 随时可以反打 因此一定要敢于往前面靠 不论玩法有多相似鬼骨子 但赵怀真 他就不是鬼骨子那种脆皮 你像这一波 点尾 吕布两个阵伤 而赵怀真也是应付 也可以反打 第三步 玩法细节 朱老师一直强调 一招先去变天 所以连招咱们只学一套 那就是一二三 先手一技能拉人 拉完人以后不要A 直接开二 能反弹控制更好 反弹不了无所谓 接着开三技能 范围性的挡飞行物去伤害 最后还能收割一波残血 一举三得 那一二三技能 为什么不接平A呢 因为咱们玩的是辅助啊 你没做暗影战斧 普攻也是没伤害的 你不如存放技能 等技能放完以后 你再普攻也行 但是放技能时 千万别穿下普攻 辅助赵怀真主打一个功能性 而普攻只有伤害 没有功能 你穿下了普攻 收益的只有你自己 但是不为了那两个普攻 你只放一二三连招 收益的会是整个团队 很简单一个道理啊 燕主们 最后总结一下 辅助赵怀真是一个难度唯一 但是收益将近时的功能性应付 如果你之前用它玩对抗路玩的不爽 那么你可以用它尝试一下辅助 没准 从此以后扎心扎到手软哦